墨爾本8月20日晚上的夜空 就傳來一個反封城示威的集結號 很多人都會看到的 這次是維州第六次封城以來 第三次嘗試去示威 第二次因為人數不夠所以失敗了 這次是21日的12點 在CBD的Elizabeth Street 和Bird Street那裡 這次是其他城市都一起響應的 雪梨、Cairns、Birdsburn 其他城市都有參加的 做了文宣 8月21日就是今天的上午 警察已經在CBD的外圍設了路障 阻礙一些人進去 我知道雪梨在9點到3點 好像沒有公共交易 以及Uber都不可以進城 因為上個月有3千多人示威 所以搞得很嚴重 今天市中心12、5點之前 都不見到有示威者的店 他們多數都是裝作行人 在附近走來走去 到時候就聚集在一起了 大家看見他 大家看見他們 看見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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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是Harlene Tran 警察 Harlene Tran 警察 大家 看見他們 那10點前 如果警察見到一些可疑人 都會去抓住他 通常都不戴口罩 這些示威者 好 那12點 就聽到有人大喊 然後已經聚集 在一起了 那些示威者 成功這樣 他們在Little Bird Street 以及Elisabeth Street 交界那裡聚集 那我想說一說 其實很多個別的媒體 以及一些人會形容 澳洲的警察 現在就慢慢就 越來越極權 就變成Police State 其實是一種誤導來的 這些說法 其實如果你不妨礙警察辦公 或者你不會挑撥他們 他們根本就不會理你 他們很多都分得清 哪些示威者 從他們的態度 還有裝束 還有有沒有戴口罩 去辯認 通常都不戴口罩 還有他們那些人 有些挑撥性 看到今天都很多警察 但是我見到是非常克制的 無論是示威者 和警察來說 現在12點10分 大批示威者 就向著Police State 沿著Lonstell Street 就上去了 警察現在封鎖了Elisabeth Street 就不讓其他人 就繼續 加入國人隊 叫我調頭 我就要調頭 走去Colin Street 上去Police State 因為一般他們都會去Police State 聚集的 好了 我趕到Police State 我已經看到很多警察 嚴陣以待 同時示威的對頭 已經剛剛上到這邊了 維多利亞省 經過6次的封城 總共有200億 尤其是市中心 大部分的商店 都已經頂不住 全部關閉了 反封城示威的主旋律 都說政府利用疫情 限制市民的自由 侵犯人權 就不讓他們出街了 很多人破產 失業 經濟差 找不到食 然後年輕人的自殺率很高 形成很多心理病 另外他們覺得這些風情措施是沒有用的 疫情根本就沒有想像中那麼可怕 直接說 口罩都不需要戴 根本這個疫情是假的 這次是因為變種病毒DELTA 就進來MELBURN 所以就實施第六道封城 那封城有限制 出去要戴口罩 不可以群聚 你只有幾個原因可以出街 就是exercise 兩個小時 或者你要做事 才是一些特定的行業 去醫院和去檢測 還有其他事情可以自己看的 那在lockdown的時候 可不可以去示威遊行呢? 答案是不可以的 因為現在是stay of emergency 上年已經開始了 同樣是打罪人權自由的口號 有很多人就把這次遊行 就和香港抗爭相比 因為香港人就應該是支持的 這些很明顯是道德綁架和偷換概念 香港人對抗是一條公然違反 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法律 是不公義的法律 而且我們遊行示威的權利 是受這個基本法的保障的 同時我們是為社會公義抗爭 就不同為了私人個人的自由 而去和政府對抗 而很明顯現在在Delta大流行的時候 公然地裸念示威 是絕對危害公共的衛生和安全 另外如果你用澳洲政府和香港政府來比較 你不覺得有問題嗎? 你覺得香港的黑警和澳洲的警察 有得比較嗎? 這是澳洲人權組織的網站上面 有解釋清楚在stay of emergency 下 我們有沒有示威的權利 這個緊急法又不同香港出的緊急法 香港出的緊急法是因為 他不想你示威所以出的緊急法 澳洲出的緊急法是因為 當然是有大流行 上個星期我出了一集 就解釋澳洲示威者 其實是相信那些陰謀論的 我也提出一些論點 有興趣的話你可以重溫一下 今集我想講其他論點 首先他說政府的封城政策 限制他自由是違反人權 剝奪他的自由 是罪犯是極權 但我們看數據 政府一直以來的封城政策 在年紀裏保護了澳洲人 在西方國家之中 遼斯林和澳洲表現是最好的 澳洲到現在為止 都死了一千人 四萬人感染 但你看看現在全世界已經死了四百多萬 有兩億人感染了 所謂政策有沒有有效呢 要看數據 其他都不用這麼多說 那麼這個封城措施 究竟是否極權呢 我們看看歷史好不好 在一百年前 全世界都同樣經過了 跟現在一樣的情況 就是西班牙流感 在1918年到1920年期間 西班牙流感大流行 就感染了全球五億人 死了差不多五千至一億人 但當時的人口是十七億而已 因此這場流感 是歷史上最致命的自然災害之一 面對這麼可怕的病毒 澳洲都封關 所有入境澳洲的都要隔離 當時全世界都死了很多人 爆到七彩 澳洲都是到1919年1月9日 才出現第一單在墨爾本 面對病毒 澳洲政府其實做的事 和現在都是一樣的 它都是隔離所有公眾場所 酒吧、餐廳、戲院 人流密集的地方 全部不准進入 學校、體育館、音樂會 全部都隔離了 跟現在不同 市民都會上街 呼籲人們戴口罩 都是要全民戴口罩 情況一樣是很多人沒有工作 一樣是很多生意被迫關閉 破產 如果你要投訴 唯一向上帝投訴 你跟政府投訴 有用嗎? 最終面對西班牙流感 澳洲死亡15000人 死亡率是遠遠低於世界其他國家 當時全澳人口只有500萬 澳洲和紐西蘭 與世隔絕在地理位置上 所以它應該利用這些優勢 它其實封城封關是最好的 澳洲政府要封城封關 不管人民死活 事實是這樣嗎? 我們看看經濟援助方面 如果中國大陸封城 它最多送一些冷飯菜 給市民 它不會有什麼經濟援助 就算是有 都會很少的 像香港那樣 到現在它對市民有什麼援助 就派一些消費券 派幾千元 但澳洲這年紀裡面 它做過什麼去幫市民呢? 你租客有援助 你業主有援助 你做公司 它也有資助給你 現在我們禁止 我們每個禮拜 政府就給750元 上次禁止 每個禮拜 就給650元 自動進入你的戶口 就算上年 它也有定期 也有500元 500元 進去資助市民 那你說那些小生意 公司 資助不夠 令到它們破產 那沒有人發覺 你做生意 不是一定賺的 那面對這些戰爭 瘟疫 那全世界都一樣的 沒有人發覺 其實打到沙盤問道毒 很多示威人士 都是相信陰謀論 它認為 這個病毒是假的 那我想讓你看一下這些畫面 沒有費 死了400多萬全球 感染兩億 這些死人全部有名有姓 是不是 你怎麼可以說 一個是騙局呢 這些陰謀論的論點 我上集說過 不想再重複了 陰謀論 我自己都看了很多年了 起碼有20年的 所以我很清楚裡面 是說什麼的 基本上是有組織 在這十幾年之間 不斷地慢慢將陰謀論去 build up 然後慢慢 在YouTube 和社交媒體散播出來 是進行洗腦 我自己已經有一套很明確的觀點 不過呢 我只會跟一些 願意放下自己立場的人聊 那些示威者 在Parlermen 那裡來回走了一轉 那現在就向著這個Finder Street 方向那裡走 那一大班警察在後面電口 那雙方都算保持克制的 今天 那我站在這個位置呢 就阻礙著防暴 那他又叫我走 推了我一下 那都算有禮貌的了 這就是之前Spring Street上面 那些示威者想突破警察的封鎖線 就衝了過去 那些警察就追著他們 但是 大隊都是向Finder Street那邊走的 那些示威者 你之前也記得 那些過程 那麽多一年前 那些過程 有些過程 有些坑溫 都發生在西德尼 在新西德尼 在梅拉芭里 大隊去到Finder Street就有一些暴力衝突 有防暴就會向示威者射胡椒蛋 不過都是看到示威者在挑撥警察 當然這些畫面去到社交媒體 就會說澳洲變成共產國家 變成香港 這裡是雪梨 他們弄不成,不過也有暴力畫面 麥爾本這兩次示威 示威者也有放信號彈去挑撥警方 上一次示威發起人好像被抓了 就判了8個月 8個月比香港真是髒髒 所以真的不要跟香港相比